這次回到香港台 我們跟B仔分享另一宗新聞 讓B仔說這宗新聞 都是小紅書的新聞 發生什麼事? 之前疫情大家都問 現在很多人都回大陸吃東西 因為上面便宜 現在大陸裏面有個女生 很多大陸人來到香港 那些什麼專才 這宗新聞說有一個內地學生 她在網上外賣 網上叫了外賣? 網上叫了外賣 買完之後 價錢很貴 就有1,600元 都說內地有水 她有多少人吃 想問一問 一個而已 她好像應該多人吃 但我不知道她叫了什麼 1,600元外賣 我真的沒有叫過 不過如果接下來的時間有訂過 接下來我們這100元有新盤菜 叫做竹木盤菜 新合作單位 朱子堯介紹 那次上星期五 拿上來給我們 因為我們吃過才推介給自己 12人份量 都是兩差幾 平時外面可能要2,600元才叫到這個份量 他有2,000頭 未來等公佈 好吃到最後連盤都拿起來 撿起來 朱子堅持 朱子堅持 所以其實1,600元又不是特別貴 B仔你繼續 她叫了什麼 她叫了五樣菜 那就是燒鵝、叉燒、叉雞、斑腩、豆腐、菜心 燒鵝、叉燒、芝竹、斑腩、炸豆腐、菜心 這樣就1,600元 坦白說這些菜又不會特別貴 沒有著名到海參、鮑魚、鴨獎都沒有那些 不過是燒鵝 B仔知不知道 如果那些什麼陳記燒鵝 什麼記物記的燒鵝 叫一隻燒鵝 一隻燒鵝 你知不知道多少錢 不要算外不外賣 總之一隻燒鵝買 500元就行嗎 500元 500元不行 因為鵝比鴨 燒鵝和燒鵝的價錢差一點 燒鵝普遍價錢98元有一隻 一隻幫你騙 98元有一隻燒鵝 燒鵝我明白 但燒鵝如果出名的 譬如說你不要去到熔記級 熔記下面那些級數 可能一隻也要800元 800元 800元也有機會 所以 1,600元這裡 納了一半 哪叫貴 叉雞 就是雙瓶 叉雞 叉雞 雙瓶 你有沒有去買過 大家樂 那你說大家樂 不是叉雞飯 是叉雞菜 短筋計 寫著 今天叉燒幾千斤 幾千隻 等下通過 通過是D100 油雞老美專家 我又很少買這些 叉雞 那我說 叉雞如果相拼 外面叫做 譬如說叉燒 要是半斤 要是一斤 這樣買 一條也是幫你秤 平均一斤 好叉燒 譬如說我們幫鎮開 上環D100專門店 附近有一間 不知道叫做龍蜜 Kelvin知道那間 叫做一斤叉燒 一斤 你知道多少錢 一斤 不知道 百二元 我亂說 接近 一二八到一四八 可以去到 但如果你去到那些 酒店級的 一斤叉燒 可能要說成四百多元 可能要說 所以 這是正常 譬如說 雙拼也不會一斤 看樣子都是半斤 半斤 算它叉燒一百元 那隻雞 油雞 白切雞 什麼都好 雙拼也是一百元 即是說叉雞 跟正常價 都差不多可以 喊兩塊水 可以喊兩塊 蜘竹斑腩 蜘竹斑腩 你應該是多少錢 斑腩 你知道斑腩是什麼 是 斑腩 是 你知道蜘竹是什麼 忘記了那個樣子 蜘竹常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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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人 這個蜘蜘 炸到連蜘竹 是怎樣的樣子都不知道 沒事吧 你 勝負你 你有沒有吃過羊腩煲 有 羊腩煲裡面 長條型的就是蜘竹 炸的呢 煮軟的呢 那個叫響靈 蜘竹都是加煎難 ninety Five 炸過和沒有炸過 沒有炸過的蜘竹 都仔細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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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라고 你去過豆腐店便知道了 還有 蜘竹斑腩的確多數 是 可便可貴 可便宜可貴,你去酒樓吃碟斑腩飯 看一看它是怎樣,有些會特別著名是時價 碟頭飯也是時價,因為它是斑腩飯 斑腩飯正常,如果照著斑就石斑 做些斑球和肉出來和你匯迴枝竹 這個真的幾塊水都有汁,即是不同的 所以喊這道菜或者喊這碟飯就要看清楚了 如果它的標名是龍躉腩 三塊也好,因為很飽 這個枝竹叫龍躉腩飯 約兩百五左右 我已經叫到兩百五,所以要看清楚價錢 不可以說我們以前年輕人的時代 酒樓吃碟口飯,三元搞定 這個枝竹斑腩我當它是百二元 我們回憶是燒鵝 我們計算700元,一隻 叉雞是200元,900元 接著芝竹斑腩便是百二元 那已經是一千零二十元 炸豆腐 炸豆腐應該不太貴 我猜到芝竹斑腩要兩塊 兩塊? 兩塊 那現在叫一千零一 一千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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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豆腐 它好像叫菜心也嚇到麻煩 菜心多少錢? 百三元 百三元 十條菜心 百三元 這真的比較貴 因為平均美菜心街市 現在賣的是二十元到二十元 一斤多於十條 基本上 要不需要百三元 但是因為這樣 最大的揭衷問題 它是光顧哪一間 大家如果看回最底 你會覺得這個價錢是正確的 它叫在哪 最低 港人得知餐廳後驚訝 沒有人叫你叫這間 看到標題嗎? 哪一間叫哪一間 讀出來 就是我們所說的 中華容忌酒家 哦 容忌 坦白說 便宜 我絕對不是說容忌是偏貴 不是這個意思 人家的招牌是我 所以我們開那七塊的鵝 一分鐘已經算便宜了 可能是1200元 對 所以燒鵝要1200元 對 可能要1200元 炸雞的禮牌 都可能開你250至300元 都不出奇 斑腩也要提高價錢 開你380元也有資 另外炸豆腐 可能我當它小吃令什麼 150元也算了 菜心830元 所以加起來1600元 容忌酒家 這個我覺得 我不說它貴或不說它便宜 是合理價錢 因為它是容忌 你覺得貴不貴呢 B仔這個外賣 你覺得 是容忌 容忌 你吃過什麼 我沒吃過 叫你老母帶你去 什麼時候生日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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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 是 那麼緊要 聖誕去吃容忌 不要吃聖誕大餐 不過容忌現在又不跟以前容忌 沒錯 有些分別 他爸爸死了之後 又是 唐心風暴的 他爸爸死了 分家產 然後就增產 又是大哥 三個子女 大那個跟小的兩個不妥的 然後就拆火 接著就不知道誰放了容忌 另外兩個出去 開了另一間又是賣燒鵝在灣仔 那間都好吃的 是 容忌都要吃的 對 總之就是很多年歷史 買那麼多錢請你老母去吃 你老爸 你媽媽有沒有吃過容忌 今晚回去扮她 今個星期六我們去吃容忌 不用這麼急 媽媽 今天我做節目的時候 看到一宗新聞 看到香港有一間富豪飯 叫容忌 是 我二十多歲 都沒吃過 媽媽 你有沒有吃過 如果你媽媽說沒有吃過 那你怎麼做 請媽媽吃 當然 對吧 媽媽 今個星期三夜馬 搞定 日馬我又搞定 容忌吃三次 都行 媽媽 你看看 這個是我的全佔 你看 七位數字都來 拿個尾數吃一塊 一千六元 請媽媽去吃 你自己沒吃過 當然要她吃 你可不可以請媽媽吃 都要 都要 請她去日本 都給得出 表面乾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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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